在206,題目裡面要我們做什麼,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要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新的檔案,前面好像有蠻多題是 要重新建立一個檔案,在102好像也是 那個尺寸的話要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大小的話要是這個尺寸 425283 然後其他底色要白色的 最後存檔,你不要管這個,你把它存成206就可以了 完成的檔案跟TIFF檔 TIFF檔有一個TIFF檔差不多 第一個,我想建立尺寸應該不是那麼複雜 所以我們就先直接來 先把這個題目先打開 其實做完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尺寸就是425283 當然第一個你先把它開個新檔 206 尺寸的話記得把它改成像素 OK 然後就是425283 283 OK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白色的 背景白按確定 這個時候我們就產生一個 像這樣一個白色的底的一個 一個新的檔案 但是要怎麼樣完成這一個部分 接下來題目裡面還要求我們 幾個動作 第一個 就是開啟 這個 PSA02 這個新的檔案 然後他要我們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圖層 這個圖層的話呢 填入色彩 然後呢 並運用遮色片 於 左下角 執行放射狀 漸層 營造出光源的 特效 那也就是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完成的檔案呢 在 那個 光源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它有光源的這個效果 那就是要營造有那個 在 右下角這邊有一個 放射性的漸層 那要怎麼做 這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 找一下那個 放射狀漸層 好 因為在那個漸層裡面有所謂的放射狀漸層 那這個地方要設定它的顏色 那在102體也有一個所謂的那個漸層 不過那個是所謂的線性漸層 跟這個不太一樣 好 再來的話分別 把那個PSD02 PSD02 其實指的就是 PSD02這一個 PSD02 這個是背景 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個蝴蝶 那主要 我想最難的應該是這個蝴蝶 這個蝴蝶必須怎麼樣 把它去背 不過 各位可想而知 這個地方 最難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Ctrl加 那你會發現 都把它放大之後 這邊有個很大的問題 怎麼樣 它的背景 不是單一顏色 這就麻煩了 前面的話 我們像水管 水管雖然也不是單一顏 但至少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恐怕你要花蠻多時間在選取 那你必須把這個蝴蝶 選起來之後 再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 移過來的 幾個問題 第一個 它的 這個旋轉的 旋轉的部分 你會發現 方向變了 而且角度也變了 必須要 做蠻大的變化 然後呢 在那個 右下角還有一隻蝴蝶 所以兩隻 跟那個水管有點類似 水管也是一個 然後變兩個 再來的話 把這個蝴蝶這個字 把它加上去 那這個蝴蝶這個這個字的效果 它提供給我們的是 這個是背景 那就是這個 要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蝴蝶兩個字 把它變成類似像這樣 這個一個效果 那前面那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 這個框框 那效果不太一樣 那怎麼做 請各位 先把題目 先打開來 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按部就班 一個個來 跟各位做解說 第一個一樣 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打光效果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要新增一個塗層 它是要 這個地方 要我們在新增的這個 這個文件裡面 新一個塗層 那怎麼樣新增塗層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在這個塗層面板 這個叫塗層面板 在 右下角這邊 當然有時候你切過來 它那個塗層沒出現 你可以再切它一下 有時候切一下 塗層就出來了 那第一個按鈕是 刪除 如果你要刪除塗層 第二個按鈕的話就是 從右邊算過來 這邊有個建立新塗層 你就先按一下建立新塗層 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叫塗層1 題目有沒有說要更改名稱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 就不更改 它這個地方 它要建立一個新的塗層 OK 填入色彩 為什麼呢 R 就是 14 4277的一個 一個 放射性漸層 但是在這個地方說要遮射片 營造出那個 光源特效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增加一個遮射片 第一個 特別注意先新增一個塗層 第2的話呢 前面一個叫遮射片 那這個遮射片有點像是 陽光太大 遮一個什麼 太陽眼鏡 反正就是有點那個遮射片 OK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多一個遮射片 建立塗層之後再增加一個遮射片 那你會發現 遮射片就出來了 它在哪裡呢 它在前面這邊出現一個 那這個遮射片 我要怎麼去設定顏色呢 你把油標點擊它 上方呢 就可以填入顏色 那分別填進多少 題目裡面有講 14 4277 再利用放射狀 特別注意放射狀漸層 那放射狀漸層在哪裡 這邊有個就是我們前面用過的漸層工具 漸層工具 前面是 預設第一個是線性的 就是由上往下拉 那個102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放射狀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把那個 先點一下漸層工具 然後再點什麼 點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那個 放射性漸層 前面好像我們還用過菱形的 那我們是點這個 再來接下來 要營造出那個有 就是好像感覺有光影的效果 那基本上那個光是從這邊打過來的 所以有點像 從這個光從這邊打過來的話 那你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你拖拉的話 從左上角一直拉 拉到右下角 不要到底 大概到這裡 把它放開 OK 就會有一個有沒有 好像打光的效果出現了 那有那個光源的話 特別注意 是從右下 到左上 所以那個 那個部分的話 恐怕你要再 調整一下 那當然基本上 盡可能能夠跟那個完成要的 差不多就可以 不過它這個效果其實不太明顯 OK 那你就會有個光影 當然你要看光從哪邊出來 有點像這邊打光過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完成了 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遮瑟片效果 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接下來看 這個是第一個 遮瑟片 第二個的話 它就是要開啟PSD02 再 將其影像制度 到PSA02 PSA02就是206 設定這個圖層的什麼呢 模式為混色 效果 OK 然後再複製一個 增加一個 這個我想 這個檔的話是PSD02 PSD02的話基本上是這個 就這一個 那基本上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把這一個 放到新的圖層裡面 那基本上它的尺寸是一樣的 所以你把它放過來 剛剛好會是一樣的 那你要放幾次 要放兩次 這邊的話 第一個是這個放過來 那怎麼樣把這個圖層放過來 我們可以用複製圖層的 或者全選之後 複製貼過去也可以 然後做什麼 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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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圖層的混合模式 綠色效果 所以綠色效果 怎麼做 還不透明 等於是複製兩次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放射狀先做出來 等下我們來看第二題 那再來的話就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背景這一張 背景應該是 PSD02 應該這個 這個是已經 眼睛閉起來了 OK 那我要把這個圖層怎麼樣 把這個圖層 把 這個圖層複製到哪裡 它原來是這樣 我剛剛不小心調了 把這個圖層 複製兩次 到這一邊來 但是複製過來你會發現 它會把這個原來的東西蓋住 所以我把它複製過去好了 把它複製圖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那個 206 剛剛我們新增這個圖層 那我叫做背景好了 這個叫背景 這個我自己給它取個名稱 題目沒有講 但是我覺得這樣比較清楚 背景 不是北景 OK 01好了 第一次 我第一次做的效果按確定 丟到哪裡丟到206 剛剛那個新的檔 但是丟過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怎麼樣呢 把原來的 蓋掉 那所以 我需要做 第一次就是做那個 模式 各位有沒有發現 模式裡面他說要用那個綠色 綠色 有點像濾鏡一樣的效果 OK 那不透明度的話呢 題目要我們做 50%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加上去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至於多跟少 其實你可以利用這邊 不透明度去調整 那反正只是主要是 了解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有個背景 浮在上面 但是那個顏色又不算太 太多 有沒有有點像好像 看得到又看不到 若隱若現的樣子 其實若隱若現是最美的 有沒有 OK 好像看得到好像看不到 那就是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有點像你把那個 有點像書法 烙印 烙在那個什麼呢 我們那個燈光打上去的效果 不過這個要怎麼樣做出 最漂亮的感覺 這個恐怕 你必須要經過很多次的調整 所以這種 我覺得有點像美學 有點像 現在蠻多是視覺設計 這個有點像視覺設計 也就是你做出來之後 這個東西也可以放在哪裡 放在衣服上面 放在任何家具的任何的 地方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是需要去調整 創意就是 而且不會跟別人重複 也不會撞傷 因為如果說你將來 將來自己有一個 印表漆 現在有一些 比如說印什麼 印完之後 甚至可以印在衣服上面 如果有 應該有這種東西 直接可以 就是那個衣服上面的圖 就是你自己設計出來的 OK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加上綠色 的一個 這種濾鏡上去 可是它題目裡面還要做第二次 第二次裡面要做什麼 就是說 80% 裡面一個叫什麼 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 80% 那怎麼做 一樣 把剛剛這一張 再做一次按右鍵 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複製塗層 複製到哪裡 一樣是206 然後名稱的話叫背景 乾脆叫背景02 好了 剛剛是背景01 現在背景02 好 這個時候的話 過來了 它這邊就是背景02 那你會發現 一過來之後它怎麼樣 因為它原來是100%的顏色 完全遮住了 所以怎麼辦呢 題目裡面要我們做什麼 色彩 增值 是在 這邊 色彩增值 然後呢 色彩增值的效果裡面 要80% 其實你可以調 如果說 越來越少 你會發現 不透明度越高 它當然遮住的感覺 就越多 那什麼樣的感覺 會是最好的 它這邊 題目是80 不過我覺得好像太多了 因為你會少一點點感覺好像 它那個燈光的效果也有出來 可是如果你說你今天這個80% 感覺那個 打那個燈光的有沒有 有看到 但是 不是那麼明顯 好像太多了一點點 不過因為題目要求是80 那我們先用80 那至於 你將來 想要做出一個 某個效果是你自己 覺得最好的 那你再去做調整好了 或者你可以從網路上去找一下 像什麼 王羲之的書法 或者誰的書法 作品 然後你可以再做 把它融入的感覺進來 甚至呢 你們將來在那個做畢業專題的時候 有沒有 比如說要融入一些背景 像我發現你們學長也要做這些東西 可是如果他ForeShot沒學好的話 可能感覺就差了一點 封面那些 需要做圖的地方好像就感覺差一點 可是如果 你們將來做 畢業專題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 把一些 你覺得不錯的一些 像什麼清明善合圖也可以啦 反正 太多東西了 這些容易取得 非常容易取得 你關鍵字一下 比如說王羲之的什麼 比如說他的什麼 韓石貼 韓石貼昂斯 書士 哪一個 王羲 就王羲之的 比如說他的什麼貼 然後你喜歡 你就可以把它融入進來了 OK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第二個 所以這邊的話 有個背景 背景一 就是這樣的效果 背景二 就是這樣 這樣的效果 你可以把眼睛打開 有沒有 他原來就是這樣的遮瑟片 加了一個 加了兩個 OK 有點像一層一層的感覺 好做完這個 這個部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最麻煩的 什麼地方 又把什麼呢 追PG的這個檔 然後呢 做去背 並且 水平翻轉 加上旋轉 -15度 並且設定陰影效果 最後類似像這樣 其實他講的就是哪一個 就是這隻蝴蝶 有沒有看到 原來的蝴蝶在這裡 你要把它去背 並且把它怎麼樣 做水平翻轉 再旋轉-15度 並且加上陰影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陰影 那陰影的部分呢 前面我們那個陰影 它是一個黑色的陰影 不過這個地方的陰影 好像不是黑色的 有沒有 它是有點像 白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就打光嘛 光線一打白色的 那底下就感覺 好像有亮光的感覺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樣做 然後呢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蝴蝶 也是第二隻啦 其實把這個複製 再做水平翻轉一下 然後再把蝴蝶兩個字做出來就OK了 那比較麻煩就是說 如何去背 這個去背好像前面講過了 不過前面的比較單純 最單純的是那個 202那個啦 鴨子有沒有 它全部白色最簡單 點一下 魔術棒工具 馬上就選好了 但是這個地方最麻煩 你要怎麼樣快速選 如果你沒有別的招的話 你就是套手工具 從頭到尾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選 選完之後繞回來 恐怕大概至少 至少花很大時間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試過了 提供給各位參考 快速選取工具 但是不是很完美 至少你怎麼樣 可以 比那個你要從頭選來的快一點 但是它這樣子 選到這邊 一直掐 有沒有 這邊繞過來 至少它邊邊還可以 幫你克服掉一點 可是細節部分 恐怕你要再用 套手工具 慢慢的有沒有 再往前推 裡面不要再推進了 把你要推進 它出 整個全部都 選起來 就是接近就可以了 至少 你邊邊可以 幫你選一點點 不過好像 真的也還不算快 但是這個沒辦法 這個已經算是最快了 慢工出席 不要再進去了 因為你再點下去 恐怕 它整個會幫你整個選起來 好像還好 不過有的時候你一點 它裡面都幫你整個選 大概選到這樣 你就怎麼樣 把它反轉 選取 反轉 為什麼反轉 因為剛剛是選外面 好 接下來的話 再利用什麼 套手工具 我講過有沒有 還記得吧 這個考試最難的 我想是這個 同學這地方就卡住了 套手工具 記得喔 請你用 這邊是什麼 扣掉的 扣掉的 所以記得喔 請你用減去模式 這邊有沒有 減去喔 減去然後按 Ctrl加號 我習慣是放大 從減去的話 是從外面 選進來 有沒有這樣子喔 然後 這個時候的話 要很慢很慢 然後繞回來 放開 有沒有 減掉 還OK吧 因為這個 放大來看 應該就 比較看到細節 那其實這個 這個部分 我覺得喔 女生來做 好像比 男生做更適合啦 所以很多做美工 好像都女生 比較多一點點 真的要很有耐心 而且你的手 要能夠 很 精細喔 像我拿滑鼠 我覺得 應該還OK 因為我每天 在拿滑鼠的 這樣特別注意喔 往裡面 拉拉拉拉拉拉 然後要很穩喔 你手不能抖喔 抖一下的話 重來了 OK然後呢 再把它繞過來 繞到裡面有沒有 慢慢慢慢拉過來 這個是要練過的才有辦法 OK好 然後把它繞一圈對不對 繞到外面 放開 扣掉了 OK 一氣呵成 但如果你拉太多怎麼辦 再把它加回來 太少又扣掉 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繞這邊一圈 因為時間的關係 細節部分 沒辦法做太細 所以我大概 大概做一下 這樣子 拉過來 然後再轉過來 細節這邊OK了 這邊的話要扣掉 所以扣掉從裡面拉到 從外面拉到裡面 這真的是 OK好到這邊 先繞一圈 繞回來 可以再往上推進 那這個虛虛要留下來怎麼辦 虛虛 所以 這邊再把它改成加 因為虛虛剛剛沒有選到 所以怎麼辦 從裡面 繞到外面 特別主要 增加是從裡面 繞到外面 繞一圈 繞到裡面 繞到裡面放開 它這個就選進來了 有沒有 依此類推 同樣的道理 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往外 鬚鬚繞一圈 OK 這邊就選到了 扣掉的話 再把它剪去 所以這個還蠻 好工的 然後這個 這個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恐怕這一題 如果下下禮拜 考到這一題的話 可能你就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我們基本上 下下禮拜考試時間 考兩題 一題20分鐘 所以你要熟練 你不能說老師你給我 兩個小時 慢慢做 沒這回事 時間很寶貴 所以你一定要 把它練熟再來考 不然如果真的考到這一題的話 我會先看一下你的去背 有沒有去得很漂亮 如果你去得跟狗啃的一樣 那就先扣個 扣個十分吧 OK 那這邊的話 OK 大概 不過細節部分應該沒什麼時間 Ctrl C 再來怎麼樣 移到這邊 Ctrl V貼上 蝴蝶就過來了 對不對 不過特別注意 你貼到 它變成說怎樣 貼到這邊來 所以你把它移上來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感覺 其實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在背景2的下方 你移上來的話 它要上來 但如果你移到背景1的下方 變這樣 移到背景2的 背景1的下方的話 又有不一樣的感覺 有沒有 所以 它這個圖層 這樣子弄出來 可以做出很多種效果 而且你一移動它的話 它又會有不同感覺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光線 這邊沒有光線 有沒有 感覺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不過可能要體會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體會到這些感覺 因為如果你有那種視覺美感的人的話 應該對這個東西應該都不討厭的 除非說你眼睛完全對這個顏色沒辦法辨識 沒辦法辨識的話 那當然沒辦法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我講的部分 分別是背景1 綠色跟50% 還有 色彩增值80% 另外再來就是什麼 去背 然後弄過去 我剛剛重點就是 1 用那個快速工具 2用那個套索 套索特別注意 關鍵在這裡 你千萬不要選錯 這個地方是減去 這邊是增加 OK 畫面先幫你對一下 其實如果你可以把 這些功能 去背的功能練熟 其實大概 每邊的工作 每天就是做 做一些去背 合成 其實你把這些功能 練熟的話 基本的那個美邊 文邊 我想應該也不太 不是有太困難的 OK 所以如果以後呢 你希望你將來的工作內容 能夠有一些 感覺 比較有創造性 或者有一些 設計性的一個工作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些 Adobe的相關工具 學熟 OK